交通部規定計程車隊不可以把折扣優惠轉嫁到司機身上 所以從上個月開始電話叫車就沒有再打折了 很多民眾也因此儘量減少搭計程車 而今天有一群問講到交通部門口陳情 表示他們現在很多時間都是空車在繞路等客人 平均一天少了一千多塊錢的生意 交通部的政策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交通部則答應會再評估 最快一個星期之內作出答覆 舉著標語大聲喊著口號 上百位計程車司機下午到交通部前抗議並遞交誠情書 因為六月一號的交通部取消叫車折扣優惠的新政策 已經造成他們收入對減 計程車司機希望車資打折能自己做主 要求交通部停止這項規定與條文 法律的過程可能有一點不周遠 我希望司長能夠再檢討一下這個法律 是把這個折扣自己還給司機 自救會表示六月開始停止車資的折扣後 除了每天收入短少一千多元 司機還被迫必須空車在路上繞行找客人 造成工時延長侵害了司機的生存工作以及自由權 而交通部官員在收下陳情書後表示 將會在研究陳情的相關內容最快一周內回覆 而自救會也說取消叫車的折扣 民眾叫車的意願確實大減 現在又覺得沒有這個之後 又覺得寧可搭捷運 就不會想要打那個電話 對不對 因為打了也是多餘的 不過也有計程車司機以及部分個人車行的運輿認為 交通部推動不打折的做法是讓每個計程車司機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計程車的市場是一個公平的市場 不應該用有打折這種來區別 畢竟衛星派遣他們那個業者的數量還是少數嘛 他們希望政府能繼續堅持這項措施 一旦認定計程車叫車折扣是違法的行為 就不能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這項政策引起各方不同意見 有人叫好有人叫苦 如何兼顧計程車司機收入以及乘客的權益 交通部也很兩難